国安课场对阵复利 刚刚在作协杯交过手的两队再次相遇 由于肖志在上半场一开始就染红下场 所以本场比赛 国安取得了一个没有悬念的胜利 经历了联赛三连败 从榜首位置滑落到了联赛第四 不过施密特在赛前还是鼓励了球队 他认为除了与贵州队的比赛 球队在联败中其实表现尚可 回到本场比赛 张宇累计四张黄牌停赛 余大宝再次客串后场 他与余阳组成了中卫搭档 另外即将到国家队集训的 维舍豪和巴顿 本场都进入了替补名单 开场第三分钟 雷娜迪尼奥奉献了一脚远射 皮球擦着力柱偏出了球门 随后比赛有些平淡 复利的犯规比较多 十分钟内脱西奇 益腾和陈志钊就得到了三张黄牌 这还没完 第29分钟 肖智一次拼抢 缠倒了王子明 本场主裁是来自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尔玛托夫 他原本向肖智出示了黄牌 但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 伊尔玛托夫改判 向肖智出示了红牌 比赛此时刚刚进行了半小时 复利便少一人作战 之后中和国安的进攻开始有了起色 第43分钟 伊林军的努力有了回报 王子明送出直塞 无人盯防的巴坎布一路狂奔 轻松推射破门 帮助中和国安队打破了僵局 半场结束时 中和国安队是1比0客场领先复利 下半场比赛第55分钟 奥古斯托送出一脚妙传 巴坎布强势冲顶皮球 被程月磊拖出了横梁 第62分钟 富利终于威胁到了郭玄博 于洋对高球判断失误 给了常非亚机会 他的镜射被郭玄博扑了一下 皮球擦着门柱出了底线 之后双方互有攻守 都有进球的机会 直到第70分钟 还是中和国安抓住了机会 一次快速反击当中 有些混乱的配合后 比埃拉一锤定音 比分变成了2比0 随后中和国安踢得轻松了不少 第78分钟 踢不出场的刘欢送出助攻 巴坎布在门前用脚后跟一颗 皮球飞进了球门 程月磊的大门第三次被击穿 国安已经锁定了胜局 此后玉林军还有机会 但并没有再把握住 最终比分就是3比0 中和国安在月秀山取得了一场完胜 体育频道综合报